我們剛剛裁剪的塑膠袋還有剩 然後就把這個塑膠就先把它放在桌面上 把這個塑膠袋放在桌邊 然後上面膠是開來以後 那個黏黏的膠黏在上面 黏著桌邊然後把它往下壓就會貼合 貼合這樣就很貼成 那這樣過來以後就開始裁剪 用那個齒和看那個美工招 黏著邊緣彩線 彩線彩線 那再打包起來 這邊有一些孕度 這個情況有孕度就讓它去衝 OK 這邊比較容易 好 給我看